昨天2月14号情人节干掉一个 地点是南宁市的万大帽 就是那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商场 在二楼扶梯这个位置 上去那块 然后一个男的拿把刀 给一个女的案子那块 就狂统多刀啊 然后今天南宁市公安局 雍宁分局发布了一个通告 大致说了一下情况 就是杀人的这个人 他叫刘某风 刘什么风 今年35岁 被杀那个女的他幸福 比这个男的小一岁 看起来他俩好像还是 很有可能是这种夫妻的关系 是不是 年龄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女的是当场被捅了四十多刀 直接就给杀死了 然后这个男的杀了人之后 他就跑去投降自杀 根据这个通告显示说 没说这男的死不死 说正在这个捞骨 捞骨的过程中 你想想那肯定就是他也死了 对吧 其他的什么原因 那就一概不知了 网上肯定也是有一些人在这块有各种分析 各种说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给大家的感觉 最有可能就是情杀 是吧 仇杀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如果是仇杀的话 他为什么杀了人之后还要去自杀呢 现在这个法制吧 如果是仇杀的话 他把这人给杀死了 再去自首 有很大的概率 是判死缓或者无期的 不见得就判死刑 是不是啊 自己在自杀 因为超杀的话 是把对方杀死了 杀死之后 自己就报仇又解气了 为什么自己还要杀 是吗 还把自己的命给送掉呢 所以说这个就是情杀的可能性 是占99%的 咱们严谨一点来说 就是这样了 当然呢 这个事情刚出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群聊 是咱们群里发的 发别的群聊 底下有些评论 特别有意思啊 给大家那个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底下留言的 肯定是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首先吧 有一个人他就说 说为啥这个男的总是这么冲动啊 女的最多就是什么豪豪头发 其实这个吧 就根本不对劲 谁说这男的也总这么冲动了 是不是 他这辈子就杀过这么一次人 你咋说他总冲动 他杀过几次啊 跟这个冲动不冲动 没有关系 我们看到很多杀人啊 很多这种下手比较狠的 就是一下子干一个大的 这种他都不是以前冲动的人 以前很有可能是特别老实 特别本分 突然这一下子就干了这一把大事 是不是 这个跟他冲动不冲动 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 相反吧 有一些不冲动的人 一些平时黏默的人 还容易捅出这个大萝卜 相反 有一些人他平时总是爱跟人动手 爱跟人吵啊 一辈子可能 都没杀过人 是不是 就是说跟冲动 没有那个必然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女的留言 她说的就比较有意思了 来说吧 这以后要谈男朋友 就要找这个人品好的 嗯 你说其实他说这一句话里 这半句话是对的 是吧 谈男朋友女朋友 你肯定要找人品好的啊 你哪有找那个挑人品唱的是吧 这句话说的没毛病 但是他后面这半句就有问题了 他说这起码能好聚好散的那种 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现在没有男朋友 第二什么 第二就是我要找一个啊 我想跟你分就分 分完之后我不会有任何这个这个危险吧 是不是别碰这种暴力的或杀人的这种的 所以说他他这个我跟你说 他就找不上男朋友 他就找的很有可能就是啥 就是不按照他那个来的 这个人品跟这个什么好聚好散 谁跟你说好聚好散就是人品好了 谁跟你说这个人品好的人 他就他就不杀人了 不动手了 咱们就举个例子 去年是吧 那个四川绵羊有个警察 他叫李强 一个民警 他是不是就杀人了 平时的话 他就是好人一个个 那助人为乐 工作兢兢兢养 是不是啊 咱们看到很多他那个先进世纪的报道 为什么他就把这个女的去杀去了 虽然没有杀死 但是把他那个那个儿女啊 他那个公共啥的都给干掉了 然后这个警察他也是自杀 其实两种情况比有相 那个警察李强 谁说他人品不好呢 平时人品特别好的 相反他就是被那个女的给坑了 坑了够呛 坑了他有一个警察的身份 都不足以来弥补了 外面欠了很多外债 然后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这个伤害 他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 是吧 就这种情况下 他一个警察他都这么去干去 跟人品没有关系 跟啥 要我说呀 就是一个男人 他是否去下这个狠手 做出这种非常暴力的行为 就是欲食俱焚的行为 嗯 就是跟他现在的经济实力 是有最大关系的 咱打个比方 像王思通 你跟他在一起 跟他处一枪 分手了 王思通 会啥吗 会拿刀杀人家 没有可能 你现在多少女的 正定想跟王思通处一下 你处一天也行 分手之后呢 最起码给你甩一个 三五百万的 他是最少最少的 多的话给一个一两个亿的 那不是问题 就跟他的经济实力 是有关系的 如果单说去杀人去 可能说这人比较有钱 因为什么问题 把人给杀了 这是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他这个经济实力够的话 他不会杀个人 再自杀 我们要知道 但凡一个能去自杀的人 他都是什么 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是对未来 失去了希望 没有希望 这个时候 他才会选择自杀 你看看 好多这种自杀的人 都这样 如果说未来 他有一些希望的话 他都不会去 轻易选择自杀 就是说这个经济 经济实力 有的人你看他现在经济挺好的 可能哥老娘的经济不好了 欠了一堆外债 然后这个女人在跟他离婚 或者戴帽子 或者是 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情之后 他觉得自己在感情上 啥也没有了 在经济上啥也没有了 然后自己年龄还这么大了 是吧 然后就啥了 就走了极端 走了这种暴力的这个 这个方式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眼前他的这个 经济情况 另外呢 其实就是工作 你想啊 一般一个男人 他如果有这个好的工作的话 他的经济都不会太差 哪怕说眼前有一些困难 一些问题 然后他这个通过自己的职位 他也能慢慢能搞得定他 不至于那种 就说一眼看我的头 这辈子彻底废了 所以说吧 大家都知道 反正吧 这个道理吧 其实都知道 因为现在有一个 一个男的 好公公园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或者家里特别有钱的 那都是很抢手的 这个重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你能不能找到那样的钱 谁都知道找个好的 对不对 你把宗富力那样的 给他泡到手 那也妥了 把王思聪给拿下 那你也发了 咋都行都没毛病 问题是你能不能行啊 人家那种条件好的 经济不错的人 他相不相忠 能不能跟他在一起 对不对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呢 你在选择这些时候 在我未来 想找一个什么男朋友的时候 先把自己 正确的认识自己 照照镜子 先看看 这不是在埋他谁 就是你瞅一眼 这个镜子里面 我瞅一下 你就瞅镜子 这人 他什么档次的 他行不行 是不是 哪块不行 然后呢 进行一下提升 把自己给整 整到位了之后 那种好的 自然而然就 就来 否则在这块畅想 官司讲道理 我想找啥样的 谁都会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个事情 咱们就说这么多 小趴子也不太大 这里的内容非常好分析 大概呢 就是这种情况了 然后吧 我最后就是跟大家说 你也不用担心说 自己碰上这种事情 不要因为总看了这些事情之后 就觉得我身边的人呢 会不会是这样的 然后有各种分析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傻子 每个人都知道趋利避害 是吧 他去杀人的过程中 他把这人给杀了 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承担什么代价 哪怕自己不自杀 给他判个死缓 判个无期 这辈子也彻底废了 随随便便就杀一个人 没有人干这种事情的 只要你平时做事 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要把这些事情给他做 太过分 有一些道理 你我都知道 不用看什么四书五经 不用看什么法律法规 你都知道 是吧 我坑人骗人 这个事情对不对啊 你给人整鸡眼了 那保护企业这个人 到时候他啥 他现在一无所有 他也不想活了 顺手就带一个走 也是很正常的 只要你做的不过分 正常去做下来 你别坑谁 别阴谁 就不用担心碰上这种事 是吧 好了 祝大家快乐 咱们下期再见 这里的东西最好看 咱们下期再见